各位大家好 那今天來介紹一下 Huricad的草圖 繪子 以及一些基本的 拘束條件的關聯 那我們 填寫Huricad 那我們先興建一個 檔案 那 書章結構先留著 個人是習慣看模型 因為模型跟書完結構是一樣的 那我們有 上一集有講到說 我們可以直接編輯物體或是 建立一個新的草圖 那我們先從 建立一個新的草圖開始 那我們 可以有H3平面 就是這邊 H3平面 然後按OK 然後切到H3平面 那這邊有兩個 軸向 兩個軸向就是所謂的 水平軸 跟垂直軸 然後圓點 那所有的東西 我們會有一個圓點 那我們先 它現在是未命靈 那我們可以先 命存新檔 1.2.3 1.3 那這邊先介紹一下 它一樣是有所謂的 4個項線 那它 有所謂的基礎條件 那基礎條件我們先簡單畫一條線 那這邊是它的指令 那這邊是它的指令 那這邊是一些檢視視窗 有一些不一樣的視窗 像報表檢視 啊 檢視碼 那這個的話 就是後面假設想用 寫程式去控制的話 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先直接來畫一個 一條線 好 那我們 還記得說我們有勾選 所謂的自動拘束 那自動拘束 就是說像我現在要畫一條線 我點在這邊 點在水平軸線上 那它這邊告訴我說 它有一個相切的 的拘束條件 固定在 不是相切啦 固定在 點 點固定在物件上 那 大家 做圖做久了 就會習慣一個軟體的 所謂的快捷鍵 那像它這個是Shift加O 那就是固定 那對稱的話是 S 那一個就是 Shift加H Shift加V 那我們現在還是在畫線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按ESC先離開這邊 讓它變成箭頭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來看說 我 鼠標 移到所謂的物件 就這條線上面 那它會變黃色 那我移到點上面 它也會變黃色 移到的話它會變黃色 那這個是我們在顏色設定那邊可以設定 那我現在直接 移到線上面按滑鼠的左鍵 可以拖曳 那為什麼可以拖曳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所謂的草圖的拘束條件 那每一個草圖都有它自己的圓點 那這個不是專案圓點 像在組合鍵裡面它就只有一個圓點 那草圖的圓點跟專案圓點有時候不會在一起 有時候 那所以說我們要習慣就是 零件 組合鍵 那我們現在在講的就是所謂的畫一個物件 就是要講說零件或組合鍵 就是一個物件 因為它可以很多的在一起 跟SALVE有 削微的不同 就有很多物件 那我們現在來看說這個 就是一樣就是所謂的分離物件 單獨的零件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讓它變固定 那一樣嘛 有點有線 那點線面 就是所謂的繪圖的話 3D一個部分就是點線面 然後它就會SYZ三軸 就是所謂的3D的部分 那像我們現在點到這個 上面這個線段的重點 我們也可以左鍵按住去移動 那一樣 那像這個的話 我們在所謂的平面 像草圖這個是2D草圖 像我們現在是在SYZ 這邊有所謂的 座標走向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就是 XX 然後上下的話就是YZ 所以它會有兩個座標點 那當然我們不用去管它的座標圖像 因為我們正式以它 那它就只會有兩個所謂的軸向 就是所謂的水平軸向 垂直軸向 那我們現在要來限制 這一條線 讓它變成所謂的完全拘束的草圖 那現在來看說 草圖仍有3個自由度 那為什麼有3個 因為第一個是 我這一點 下面這一點 的 力軸向 就是 垂直軸向 已經被我限制在 固定在這個 水平軸向之間 所以它就是0 像這邊就是 我滑鼠的位置 但是它這個點是在0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這一點 兩個都還可以移動 SYZ都可以移動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先把它固定住 那固定的話 就是要給它所謂的 G速條件 那我們先給它所謂的 水平距離 到後面畫久了 真的是 不用被畫久了 習慣了 快捷鍵就會 去使用 這是SHIFT加H 不管 那我們先點 那它圖式就會改變 那我們一樣是點2點 點這一點 點這一點 它會變綠色 再點這一點 那我們假設先給它10 因為它已經預設在OK這邊 我們可以 鼠標去點 也可以直接按Enter 另外的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它有所謂的關聯性跟所謂的對照 OK 那一樣是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所謂的標示的部分 那我們先ESC先離開 它變黃色我就可以拖曳它 那我要在哪邊都可以 那現在這邊有看到說草圖中 能有2格自由度 它有說這個已經被我固定了 那第一個G速條件 這一點的第一個G速條件 是所謂的 不是距離喔 這是我們給它的幾何的G速條件 就是它固定在這條水平軸線上 這個是所謂的幾何G速 那我給它這一點 跟所謂的圓點 這個草圖圓點的部分 的一個水平距離 這叫做距離G速 G速條件就是給它一個距離 那這個就不用管它是什麼走向 反正就是水平走向的距離點 這就是死 那我這邊 那我這邊要變 假設我是說 那我沒辦法鎖到格線 因為我沒有打勾 那假設你畫的圖是很簡單 你也可以把格線打開 就這樣點點點點點點點 它就會自動G速到了 那我們先來看說 那假設我要讓它變45度 那我可以給它角度的G速 那我也可以給它兩個數值的G速 那你可以用角度去給它 那你也可以用計算的 Side Cosine 對一些零斜的部分 你計算說 這邊要多少 或者說你這個基本概念 這邊就是 這邊距離這邊是20 這邊距離這邊是10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一格是10 那我們先給它這個 這一點到這一點 然後給它水平 Shift H 然後給它20 OK 這上面的給它20 那草圖中仍有一個自由度 代表它這個 上下還是可以移動的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因為我們沒有給它所謂的正負值 那當在直接給它所謂的固定點的部分 以選定項目建立鎖定G速 鎖定G速就是這一個點或這個 點 跟所謂的圓點的G速 那它就會有所謂的正負值 因為它是自動給我們的 那我們用一次 先把它刪掉再用一次 好 然後點它 然後點它 它就直接給兩個 這是直接就是 一定會有所謂的 水平 跟垂直的一個 距離G速 那我這邊給它使用 OK 那如果只有所謂的距離G速 我真的不曉得它角度是多少 那要怎麼辦 這邊再講一下 那 今天先大概介紹一下 所謂的G速條件 那下一次再介紹 所有的 iCon的應用 那我們先來看說這邊 那這邊有所謂的 一般模式 跟參考模式 一般模式是紅色的 參考模式就變成是 所謂的 藍色的 那 參考模式它一定是在所謂的 距離G速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要看角度 先點這個角度 iCon A 快捷鍵是A 那 點了以後它會有這個角度的 圖示在 鼠標旁邊 點一下 再點一下 你看 因為這邊我們已經有標示線在這邊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只有這邊亮 其實是整個都亮 那這個是 135度 那這邊是幾度 那因為我們還是在這個角度模式 可以按ESC先離開 然後點這個 這個沒辦法點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所謂的參考 那你可以 現在已經是完全G速了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 不用點角度 也已經G速了 因為這兩個點 我已經給它距離 然後這個點 我已經給它水平的距離 跟垂直的話 它是 鎖在這條線上面 那我們來看 這個 調霸往下拉 這邊會看到說 我的 就是我的 G速條件 就是限制 限制條件 那第一個是所謂的 固定點 然後第二個是所謂的 水平距離 第三個也是水平距離 第四個是垂直距離 第五個是 參考的角度 那我們後面有些 假設要做動畫 你要去注意到說 我這個是第幾個 index0 index1 index2 index3 index4 那 元素的話 就是這邊是想說 我在這個柴子裡面 有哪些元素 我現在只畫一條線 那 這樣就是 完全 G速之草圖 那它就會 這樣子顯示 那你這個 因為像這個是 我有設定成 粉紅色 要不然剛才是白色 有些時候 的部分 那我們 補充來看一下說 這個 圖形 這個顏色的部分 一樣到編輯 編號設定 顯示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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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顏色就是會改變 那異色紋字顏色你也可以去變 那記得要按應用 那今天大概 介紹到這邊 那主要是要去習慣 後面要去習慣說它的一個 所謂的物件導向的模式 它就是一個實體 到最後就是希望這個實體會 只存在一個 顯示的一個 物件或是部件 那在後面的組合件 什麼在所謂的匯錄 才不會出錯 這後面我們再慢慢來介紹 那拘束條件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那重點是我們要知道所謂的點線面 那我們 一樣再到這個草圖 那我們很快速的 加一個矩形 那在矩形的時候 我先不要點到任何點 先畫一個 然後我在這邊的話 就會發現到說 它 有自動給我所謂的 幾何基數 這條線 這旁邊就是這條線 它是水平的 所以說它不會 它就是水平的拉 那像我 假設我點這個 把這個刪掉 然後再去拉 它就可以讓我隨意的拉 那我假設 我希望它水平放置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框選的 讓它快速 我不要去點這兩點 然後再去點所謂的共點 重疊的拘束 那我可以直接左鍵按住去拉 左鍵按住去拉 左鍵按住去拉 基本上都是從左上右下 這兩個都選起來就變綠色 那我就用重疊 特性可以用C 快捷鍵C 它就會鎖在這邊 那我另外說 我不要給它 太多的 我要讓它變正方形 那怎麼辦 來 這個跟這個 因為被我們的 集合基礎基礎到了 先拉到下面 先拉到旁邊 OK 就是說 這兩個 這是一個矩形 一定是矩形 它不會變T型 因為我已經有給它限制條件 那我現在 要讓它變正方形 就是一個垂直邊線 跟水平邊線 讓它所謂的 相等 就是SideWolf等長等鏡的部分 那不要按到所謂的平行拘束 等長等鏡 那我只要給一個 就等一等去 讓我給它20好了 那我這邊 要記得先切換到一般模式 然後給它垂直 這邊是垂直線段 那給它20 按Enter 它就是一樣 就直接會高亮綠色 然後這邊會跟我講說 已經完全拘束 那就可以離開 那今天先介紹到這邊 然後下一集來講 草圖 怎麼轉成3D 就是怎麼掌圖 或者是怎麼除料 怎麼掃除等等的 那最主要是說線段 要是封閉線段 它才有辦法去做 所謂的 拉伸或長出的 功能 那到這邊 謝謝各位